帅气逼人,票房号召里脑一的韩国演员江东元终于来大马了!就在4月3日,江太太们准备好出啊! 哇塞!韩国顶级演员江东元将在4月3日来马与粉丝见面! 这可是他出道15年以来第一次来到大马与媒体朋友和粉丝们见面,太难得了!要知道,江东元可是韩国最top的演员之一! 平时低调的他,很少出现在大家面前,所以这次的机会真的是比黄金还要来的珍贵! 江东元Oper在1999年以模特出道并成功转型成为演员! 小斌是从他2003年主演的电视剧1%的可能性就爱上他了! 在电视剧中成功俘虏万千少女新的Opera转战电影也一样行! 2004年他因电影《狼的诱惑》在多项电影颁奖典礼上赢得新人奖! 人气极生,风头一时无良! 过后江东元继续再接再厉,所主演的电影《如意兄弟》,请不要相信他! 那家伙的声音和甜语质等,无论在票房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不俗的成绩! 2016年,他所主演的《检察官外传》和《Master》更是韩国电影最高票房的两部! 2017年12月江东元Opera成功进军好莱坞,出演美国著名导演辛蒙! 维斯特的灾难片《Tsunami LA》,演绎事业在上一层楼! 为了这部电影,江东元将会远复洛杉矶未即将在英国,和保加利亚开拍的《Tsunami LA》进行最后的筹备工作! 这一次Opera来马除了会和大马媒体分享近况外,还会和大马粉丝来一场闭门交流会! 只有100名幸运粉丝才会受邀出席! 哦,超赞的啦! 香港转发射打资金的评伙伴商店